明天印尼印度的封年季 牡利奥白毛了部落族人 聚集在会所展现传统歌舞 不只如此 部落今年特别集合 十位青少年组成巴格隆爱 希望逐步重振部落年龄阶层传统制度 要负责任然后维护我们的村长 然后身为巴格隆爱 然后就要勇敢地站出来 村长有在这边 不是我们的村长 在这边 这里是我们的村长 值得为我们的村长 苏里阳牧阳 我们的村长 我们的村长 我们儿子认为我们的村长 我们的村长 我们的村长 部落成岩分别来自不同区域 有的来自屏东西海的恒村阿梅 有的是从光复乡跟瑞瀉乡迁移过来 大家共同建立姆利奥部落 有的是从光复来的 有的是从西海 牡丹西海上来的 我们有达里萨干 狗狗巴 还有鲁尼埃的祖宠来到我们正兴村 在这边聚落了将近大概七十年左右了 大家都在这里生活 以前是靠山 现在是靠水田 在维持现在自己的生活 看到其他部落积极附赠文化的态度 也激发牡丽奥部落想要重新建立 把法隆外传统阶层制度 他们希望重建立阶层制度 可以慢慢附赠部落的传统文化 记者保误了 来到其上采访报导